这是我见过的最惨的退役特种兵 刚和老婆合体完就被一群劫匪死死摁在地上 亲眼看到老婆被人欺负 女儿被人掳走 自己唇交口罩 忽不得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枪打死 男人名叫汉斯 曾经是德国特种部队的突击队长 退役后的他成立了一家雇佣兵公司 手下养了一群精锐 这天 他正带领手下最精锐的特种兵展开一场灵旧行动 众人交替掩护推进 来到仓库前无声作战干掉数名敌人 汉斯则负责在高处观察指挥 外围守卫被全部拿下后 队员们进入仓库听到里面有惨叫声 确认里面有人质火速进入击毙一名防火 救出人质后 第一批队员带着人质离开 其他人掩护 但此时劫匪突然现身包围了整个仓库 四名断后的队员全部被抓 狙击手朱莉亚火速将此事告诉汉斯 队员葛斯要带队员杀回去 但汉斯觉得应该以仁智为上帝 让他掩护仁智离开 但葛斯坚决要杀回去 此时劫匪已经杀害了一名女队员 葛斯带人来到了劫匪附近 劫匪正要杀害胡子哥时 胡子哥可不惯着他上去就是一套骑马 队员们里应外合连续击毙数人 远处的朱莉亚也开始助攻 队员们八千过海个险其能 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敌人 就在众人准备收尾时 一名残兵袭来胡子哥一枪将其击毙 结果劫匪老大突然偷袭 胡子哥不幸重弹长发哥乱枪打死劫 但胡子哥失血过多不致身亡 一场任务下来两名队员牺牲 葛斯十分痛心决定退出公司 人质是亿万富翁的儿子 亿万富翁不愿意支付赎金 才请佣兵公司前来营救 结果害死了两名队员 有钱人出钱他们出命 葛斯不愿意继续卖命原地退役 最终汉斯忍痛将公司卖给了一个 叫劳巴赫的私人保镖 也宣布退休 退休后他和葛斯一起参加派对 认识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 兔妞妞 汉斯和兔妞妞跳舞和各路美女 把酒言欢很快就不胜酒力 被葛斯送上了车 临走时兔妞妞突然赶来 对其深情一吻 并在其身上用口红写上自己的电话 回去继续喝酒 而葛斯也没闲着派对结束后立马 第二天葛斯被手机吵起 原来是汉斯打了电话 他刚和兔妞妞打了电话准备相亲 就这样二人步入了婚姻殿堂 光阴仍染岁月如梭 葛斯和汉斯把棉裤一拖七年就过去了 兔妞妞和汉斯也结婚好几年了 女儿也慢慢长大 但退休后的汉斯精神却越来越紧张 聚会时兔妞妞告诉葛斯 这几天汉斯经常心不在焉 一个人看着女儿发呆 看了很多心理医生都没用 希望葛斯劝劝汉斯 汉斯说结婚后一直忘不了和战友在一起的日子 而且感觉自己被监视了 每天都没有安全感 葛斯告诉他不要把军队的那一套带到现实中 不用每天都心惊肉跳地活着 葛斯说爸直接带着长发妹子去 汉斯觉得有道理 找到老婆兔妞妞 汉斯吃饱后进入梦乡 然而后半夜汉斯突然感觉有奇怪的声音立马警觉 兔妞妞丝毫不知怎么回事 汉斯告诉他马上去找女儿 带着女儿躲起来 说爸一人持枪下楼查看情况果然看到了两名劫匪 汉斯当控制两名劫匪就被第三人突然偷袭 汉斯火速还手三人合力围攻汉斯 汉斯双拳男敌六手被直接打晕 此时妻子突妞妞纹声带着女儿躲起来 结果被劫匪发现一拳打晕在地薅起头发带到客厅 强劫了一百遍一百遍 汉斯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欺负后 中枪身亡女儿也被掳走 汉斯住进了医院 葛斯前来看他 得知老上司被人打伤老婆遇难女儿失踪后的葛斯雷平报 决定找到所有老战友重新组成特种部队为汉斯报仇 而他的老战友此时早已换了工作 有的在卖汉堡 有的成了电脑软体工程师 还有的成为了加油站洗车工 夜晚一个美女来到加油站准备加油 结果下一秒就有几个牛蒙围了滚 女司机吓得不敢乱动 此时一个小矮子走出来 小矮子直接过来加油 几个混混看到加油员式的矮子完全没把他放在一起 表示想给女司机加满油 男人加完油优雅打开车门让女司机上车 看到女司机开车离开 混混们大怒立马就要给男人一点颜色看看 此时一个女打手也加入进来 连续攻击男人 男人凌空飞梯解决一人 再来一个飞梯结果一人 随后一个摔废最后一人结束战斗 男人掏出毛巾优雅的擦了擦手 此时战友葛斯前来报道 原来他叫班尼 退役特种兵 而此时另一名战友短发哥正在处理黑帮火拼 对方要和他比划比划 短发哥脱下制服 戏耍对手三下五除二就打得其身份无法自 退役七八年这群特种兵丝毫没有退役 而且没少看相当电影 然而上级并没有表扬他 身为警察居然和混混单挑被无限期停止 刚转身离开就遇到了老战友葛斯 葛斯愿意出钱雇佣他 所有的战友召集完毕后 众人才知道老上司汉斯遇袭 妻子被杀女儿被绑架 纷纷表示不要任何报酬也要帮汉斯讨回公道 众人通过调取监控发现其中一名匪徒有纹身 于是从纹身店开始下手 直接来到附近的一个纹身店上去 就是一个琴拿抓住了店主 葛斯拿出监控截图问对方认不认识这位 店主表示打死也不说 葛斯拿起纹身枪直接往其脑门上招呼 再不说就刺你眼珠子 终于问出了名字 队员们动身去找劫匪 朱利亚架起高精鞠在对面楼顶掩护 队员们来到劫匪窝点 大战一触即发 文生哥使出凌厉飞踢 估计真子弹电影没手 葛斯居然被当场制服摔成一滩烂 文生哥把腿就跑 队员们火速应对其他喽啰 葛斯起身再战长发哥也力挫中 文生哥跑到顶楼 一名队员持钢管追上二人直接动手 展开凌厉攻势 对手不服被掰迷没开三度终于拿下 文生哥也终于被制服 按传统服的点到位置他已经输了 队员们直接把文生哥挂在十几米的高楼边缘 朱利亚手持狙击枪瞄准 不说就打断手脚扔下去摔成剑骨 对方说出了一个名字奇力安 难道是朱利亚开的枪 葛斯带紧云队员过去查看 其他队员保护长发哥 葛斯追逐朱利亚过程中差点被车撞飞 还是朱利亚救命 结果葛斯二话不说暴揍朱利亚将其打晕 长发哥身受重伤 众人怀疑朱利亚叛变 但朱利亚表示自己被人袭击 长发哥突然就重大了 刚才自己不是逃跑而是去追袭击者 葛斯根本不幸将朱利亚关了起来 夜晚黑特查到了奇力安的资料 奇力安曾经是德国特种兵 但退役后名下没有任何资产 众人第二天开始堵截奇力安 队员们开车与奇力安的车队展开竞速 技术不好的刚场完完 队员们见状持枪攻击 将对手逼到死路双方被迫下车交战 奇力安的人落荒而逃其他队员去追 班尼想回去开车被飞车哥偷袭左右为难 对方掏出棒球棒攻击班尼 班尼沉着应对快速制服一人 摘下头盔将其打成休克 对面又来两人 班尼掏出棒球棒带上头盔防御攻击全部点满 而追逐奇力安的队员也和敌人展开战斗 标行大汉对着受伤的队员伤口猛攻 葛斯赶到一枪将其击毙救下战友 班尼去追持到偷袭的家伙 二人骑着摩托车来到郊外准备决斗 班尼凌空飞起烫的一脚踹飞对手 对手抓起泥巴干扰随后攻击下盘 班尼连续暴击飞踢加死亡缠绕 终于扭断了对手 自己也立即昏迷 这些人到底是谁的不暇 黑客发现荒野上有监视他们的信号源 但这些信号发到什么地方被高度加灭 说明对方也有一个顶尖团队 汉斯让葛斯放弃复仇对方实力深不可测 这样下去会有更多队友牺牲 但黑客很快查出了信号发送的具体位置 在一个大楼的第五层 葛斯带医生前去查看 黑客和受伤的队员在原地等待 但当离开据点就被人偷袭 黑客当场身亡 葛斯和医生一起杀入五楼解决 速农敌人丝毫不知道后夜里能失败 受伤的班尼醒来发现黑客被杀 自己身后多了几名黑衣高手立马动手 班尼火速干倒一人疯狂进攻 但无奈身上有伤加上体力不支 被众人架住打成重伤后一枪暴击 当从枪伤昏迷中醒来的长发哥打死一人与众人战斗 而此时葛斯和医生解决了守卫 进入办公室发现一个工作人员正在销毁证据 火速将其控制并搜身审问 对方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拿钱办事 此时枪手袭来 二人被控制 朱莉亚突然杀到打死几人 三人合作逼敌 刚要庆祝就被白衣男偷袭 朱莉亚不幸重担身亡 二人怀着悲痛的心情回到据点 发现队友居然全部牺牲 二人将白衣男绑起来对其施展各种负心 在其身上和脸上并满钢丁 隔壁之际终于问出了一个名字 劳巴赫 现任拥兵公司的所有者 二人抓住劳巴赫 劳巴赫为了活命带齐去了别墅 受伤的汉斯居然也在这 汉斯只能伤病突然痊愈 大战一触即发 葛斯连续击毙数人 汉斯打死一生 整个别墅只剩下了汉斯和葛斯 原来一切都是汉斯安排的 汉斯得了绝症 怕遗传给女儿于是带女儿去医院检查 却发现女儿是葛斯的骨肉 自己替别人养了七年的女儿 还记得卖掉公司时的派对吗 兔妞妞送走汉斯后回去压根没闲着 葛斯不愧是神枪手命中率百分之百 汉斯为了报仇才故意制造了袭击案 本来只想让葛斯参与复仇 灭掉葛斯 没想到葛斯把所有队友都带来 汉斯只能杀光所有人 汉斯想要杀死女儿 葛斯大怒 那是我的女儿 医生还没死透突然一见 通袭 两人合力攻击汉斯 汉斯虽有绿巨人的病但没有绿巨人 被葛斯一刀疼死 葛斯带着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这就是电影《最终正义》的故事 是的你没听错 这片子居然叫《最终正义》 葛斯绿了上级 害死了所有队友 自己则得到了女儿 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而汉斯不但没能报仇 还被绿了自己的下属所杀 憋屈而死 队友则全部为葛斯的酒后疯狂付出了代价 一个只有汉斯和队友受伤的世界诞生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经典电影